我怎么过来这里的 你看我带到我直播间的好朋友 我刚刚都1500人 我带着他们来到 来到这里来特意来看你的 啊 认生了吗现在 啊 没有就是 突然一下子在这里看到你 我都有点惊讶 有点惊讶是吧 有点惊讶 你不要惊讶嘛 来这里干嘛 我来这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 对 那么久没联系 突然找我干嘛 来新进来的朋友啊 你们觉得我是不是来找他的 你们帮他帮我说一下好话好不好 你看我带着我的粉丝来的 今天这个是我的小号 你看我 我我我 你看一下我的抖音 我都把你的头像搞上去了 你看到没有 我把你的头像搞上去了 你知道我你的头像是我从哪里弄的吗 不觉得 啊 朋友们知道 那么久都没联系 还有你你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吗 你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吗 那件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说什么 难道你心里你不在乎我了吗 啊 你心里不在乎我了吗 你这个是上上干啥呀 我去摘菜呀 回去摘菜呀 你是回去摘菜 你家里面住哪里呀 那能不能带我去你家里面坐坐的 不好吧 啥情况什么叫不好啊 难道我那个男鬼没说的那个话是假的 啊 他如果说真的有我的孩子了他不会有这个态度吧 直播你的哥哥姐姐你们说 是不是那么回事 那我该怎么办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 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 啊 你们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 啊 我能不能挽回这档感情就靠你们了啊 其实我告诉你我在女人面前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点主见的知道吧 啊 跟他说好话呀 那我是好好的跟他说话呀 但是他好像不怎么理我啊 你们记得点个加号啊 直播你的哥哥姐姐们你们记得点个加号啊 你们记得点个加号 等一下被划走了 这个地方啊点个加号帮主播点点账账把这个账账抽一抽 我怎么跟他说呢 你你不欢迎我去你家吗 你跟谁过来的 我一个人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从里面不是有一个朋友吗 我一直跟他保持联系这么多年 知道吧 你怎么说成这样了呀 你为什么现在说成这样了 你怎么说这么多年 我听不到你大声一点说好不好 我说这么多年你自己 经历了太多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怎么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你会过来 我也知道能在这里看见你 你是怪我你怪我当年不起来别吗 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跟你在广东打工的时候 真的 我那个时候 我知道你做事情比我都还快 我工资 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是拿你的一半 甚至一半都没有 那那我不去创业 我现在好了呀 我现在在在韩州那边做那个直播带货 那你说那以前我有嫌弃过你吗 我知道你没有嫌弃过我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创业呀 对不对 不创业的话 那拿什么呢 一养老婆孩子的 我一个月那个时候你看 八年 我们有八年是九年是十年 我我都记不起来了啊 我记不起来了 那你也那你也不应该就这样不知而别 这么多年了是吧 你也不联系一下 也不见一下 也不问候一下 你知道我心理是怎么想的 我找过你 你知道你换了多少个号码吗 我一刚拿到你的号码 你就换了 你好像就知道 我要打你电话似的 就打不通了 那我能怎么办 那是因为你太伤我的心了 我好像我也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你什么 也没有对你不好吧 跟你在一起 虽然说 那个也只有两年多时间 但是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去送过你 或者做啥吧 不是送过我 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说 我 我们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这个是要去哪里啊 你不是家里面住那边吗 你为什么要往这边走啊 我要去看一下我的菜 你是怕我去 怕我知道你住哪里吗 你又说你今天过来 你不是找我吗 我不是找你 我是来干嘛呀 难道我来旅游吗 我这么忙 那你找我干嘛 去到家里面 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去到家里面 我要问你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我人生中 觉得 哎怎么怎么去说呢 我也搞不懂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去说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好吧 给我一个机会好吧 那你说你还值得去信任吗 我这么多年 是吧 那么辛苦 我自己都熬过来了 哎呦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我该怎么办 我该咋办呀 我该咋办 你们说你帮帮我出出主意 我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我确实 主要就是我听 我听 我听我的那个好朋友说 他那个时候跟他分开之后 他就怀孕了 但是这件事情 他一直都没跟我说 我该咋办 你们说 我该咋办 他明明是回家 他为什么要带着我 往这个里面走 他家是住在那个对面 啊 认错啊 你等等我好不好 能不能等等我 你不用下来呀 我要看一下我那个菜 我等一下就下去了 这个 这些都是你家的菜呀 没有 我的在这里 在这里啊 你看当年 当年我们两个学校的承诺 我们两个学校的承诺是怎么许许下的 说如果说我们两个在一起要是审的那个 那个女宝宝叫溜溜 男宝宝叫强强是不是 啊对不对 我现在就想跟你呢 好好的 因为我我也老大不小了嘛对不对 啊 你先带我回家好不好 我觉得这么多年那么辛苦我都熬过来了 你突然一下子这样子出现 啊 我为什么突然一下子 来我帮你背这个背露好不好 啊 我帮你背背露好不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直播吗 我就是开着直播 我有点紧张 我不知道干嘛 我让我我那些粉丝啊 帮我说说好话 我自己说好话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人啊 比较好强啊 知道不啊 所以说 你不要老是躲着我好不好 你正面跟我聊聊天好吧 行不 你现在子来太突然了 我都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 面对 那你自己看一下 那你现在 你现在没有找吧 你没有找吧 你没有找 我肯定是没有的 你的话我就不清楚你 我也没找 我真的没找 我可以对天发誓 你说的话还能相信吗 我对天发誓 我要不是单身 我就不是人 好吧 你说的话还能相信吗 但是你哪个时候发现 我跟别人在一起过 你没有发现过 你有没有听人家说过 没有吧 啊 只有你认识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我是 我认识多少 难道我跟小张一直都有联系的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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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知道我的呀 我这几年 一直努力的在那里 打拼 我就在里做那个直播带货 啊 做直播带货的 啊 那你做直播带货 那你 那你应该过得也挺好的 那你 为什么又要来找我呢 我就是过得好了 我才会想起你呀 我也把好的 我 那我这么多年 我出去 出去努力 去干活 啊 去去去赚钱 我为的是什么 我还不为的对你好 但是我 我曾经也找过你呀 那我你换过你是不是换过两次电话号码啊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挺舒心 也挺也挺挺也挺好的吧 啊 我说我现在过得也挺好的 挺好的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那我该怎么办 你们说一下 他说他现在过得挺好的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 就是让我不要找他了 那你们先给我点个加号好不好 这是我一个信号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信号 我就是想要记录我跟他之间的美好生活 啊 好吧 你们先给我点个加号啊 点个加号好吧 我想听听你们的 我全部听你们的啊 啊 我全部听你们的 你们帮我打一波加油好不好 打一波加油 我真的我现在 我也知道他一直在等我 知道吧 这么多年了 啊 我也听小张说过 我听小张说过 他一直在等我 但是他死都不承认 他就这么一个性格 死都不承认 你要怎么样子你才能够原谅我 啊 你要怎么样子你才能原谅我 啊 这个怎么说呢 啊 我也不能说 怎么样也没必要说原不原谅你啊 就是觉得我现在 那我生活的不好呀 我在情感方面我生活的不好呀 虽然说我现在是有点调剂了 但是我没有忘你啊忘记你啊 虽然说我条件没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我就不喜欢就是说 不行啊怎么 就像以前你一样 就走我们以前的路 我那个时候是打工 你知道不 你看我们两个分分合合都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了吧 啊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 来我们先到这里聊一会好不好 啊 你别走心好不好 我为什么我们这么分分合合都 这是第三次的 我我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其实你看到没有 我们认识将近有九年 反正我也记不起来了 九年还是八年还是十年 是不是 啊 是不是那么多年了 然后我跟你在一起开始的时候有两年多 是不是 两年多的时候我有没有 说过你一句什么话 啊有没有送过你 或者 啊啥我啥都没弄过吧 然后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 我们两个都不容易 然后你再来打工你晚上还要加班 然后我 我那个时候晚上加班我又加不了 你一个月的工资那个时候你能拿一千多 我有时候就一个七百八百 对不对 啊 然后后面你拿到五千六千了 然后我就两千多 对不对 是不是 后面 中间那里分开两年多 中间那里分开两年多 后面待到那个五个多月 你能够拿个五千六千了 然后我就拿两千多 那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挣钱 那我怎么办 啊 别人说我比一个女人都比不上 啊 那我怎么搞 但是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这时候 那我们都要生活呀 以后也要生娃呀 要干嘛 啥产品有限 到处要钱的呀 你为什么你知道我后面 我为什么我后面 我跟你分开两年多 我又跟你在一起待了五个月 我又走了吗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个年龄多 我去穿业了 穿业了 然后我在我爷爷那里我都借了钱 到处借了钱 然后我亏了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待五个多月 我真的很想跟你待在一起 所以我不吃而别 我又必须 我那个时候不敢跟你讲 知道不 等一下我跟你讲的话 我说我负债了 啊 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了 那我怎么办 我有我自己的那个苦衷 真的 懂得不 所以 所以 这么多年 啊 你也是 不玩不玩的 我问了呀 问题 你老是换电话号码呀 啊 我打你电话 我刚刚知道你的电话 然后打就打不通了 啊 我找过你 你是不是换过几次电话号码 你是不是换过 啊 是吧 所以说嘛 所以说嘛 我现在条件好了啊 知道吧 我车也买了 我车买的都是八十多万的 啊 我房子也有了 然后 然后我也有点存款了 那你条件那么好了 那你还 大把的选择了你 那我大把的选择 我不是来找你吗 我心里有你才找你呀 我大把的选择 我现在不是来找你了吗 现在你明白了不 你明白我当年是怎么样子的不 你现在明白了不 还是不想说话 直播间哥哥姐姐 我该怎么办 你们说 你们没有点 没有点加号的 记得这里点个加号 帮主播点点站站好吧 啊 如果说你们也拿不定主意 你看 你们要是也拿不定主意的话 对吧 你们就帮我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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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越多 我直播间人就越多 等一下直播间有个 有个一两千人 出主意的人就多了 啊 你们先给我点个加号帮主播 这个公平们戳一戳 好吧 帮我戳一戳戳戳好吧 我现在真的我心里很难受的 知道不 啊 真的很很很难受的 真的很难受的 知道吧 今天也是我开播的第二天吧 啊 你看我开播的第二天 我我故意用这个账号来记录我跟他之间的美好生活的 他好像在等我 啊 他没走得那么快 要有诚心 要有耐心去沟通是吧 啊 这是哪里啊 这是贵州前东南 苗州 这只族是一个小庶民族 啊 是一个苗州啊 前东南啊 贵州前东南 你现在是带我去你家吗 你带我去你家吗 你要去我家吗 啊 你去我家干嘛 你怎么又掉头了呀 你是不敢我带我去一家 是不是家里面 家里面还藏着藏着有人啊 你现在是跟你爸妈住一起还是 没有我爸妈跟我姐他们住一起 那你住在哪里啊 我住爷爷以前那个老房子 住爷爷那个老房子 为什么不跟爸妈住一起来 我有我的补充吗 所以不知道怎么怎么去跟你说 你也不知道怎么跟我说 其实说白了 我现在我告诉你 只要你跟我回去 你要我干啥都可以 好不好 要不你跟我去杭州 也可以好不好 啊 不想去啊 哎呦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你们先帮主播点点赞赞好不好 把这个赞赞抽一抽 啊 你们赞赞抽的越多 我直播间 直播间人就越多 等一下帮我出主意的人就越多了 哎呦 哇塞 他们这个村子确实还可以哦 他们这个村子好像确实还可以 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 啊 帮我出出主意 要怎么样子你才能原谅我 我现在不是说我自己能我自己原谅你就可以了 我现在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一下子 哎呀女人的心我真的不了解 直播间有没有女女同胞 直播间有没有女同胞 有的话口可疑好不好 直播间有没有女同胞 啊 我要怎么样子 我真的猜不透她 她好像现在不想带我回家 她带着我在他们村里面转 她压根的不想带我回家 知道不 我只想去家家里面看一下 她家里面是不是 是不是有我的小孩在那里 知道不 直播间是女是朋友的口可疑好不好 哦阿姨你好 过来玩了 啊 我过我我我过来玩了 哎呦 我跟你打听个事啊 刚刚那个妹子 刚刚那个妹子她有没有男朋友 了 刚刚那个妹子她有没有男朋友了 刚刚那个妹子她有没有男朋友了 他什么 男朋友听不懂吗 听懂我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没出去看人很多的 我没出去看 没出去看呀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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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嗯 买点东西啊 买东西都是小事 这个不是东西能解决问题的 现在是 你们先帮主播把这个站在筹一筹好吧 你们抽到什么 你们先帮主播把这个站在筹一筹好吧 你们抽到什么两万直播你绝对一千人了 等一下出主意的人就多了好吧 你们帮帮我好吧 帮帮我 帮帮我 嗯 我也知道他不容易知道吧 但是我我这几年我我那个时候跟他感情真的很好的 特别特别的好 他每天很开心很开心知道吗 那个时候两个人吃个早餐一个馒头都他他都要分一半给我的 知道不 直播间有没有女士朋友啊有没有女士朋友啊有的话口个一好不好 啊 直播间有没有女士朋友有的话口个一 应该女同胞懂一点吧 他到底现在想啥我也搞不懂 我作物不透的就是女人知道吧 我脑海里面只知道挣钱 除了挣钱就是挣钱 啊 虽然说不是什么太聪明的人啊 但是生活还是应该还不用愁的 不要理他呀 不理他就行了吗 就一个女士朋友啊 直播间就一个女士朋友吗 全部都是男的啊 你们全部都是男士朋友吗 你这个是到底是带我去哪里 能不能去你家里面 能不能去你家里面 我家里面现在不方便 咋不方便 你家里面 我都说了哦 就是我原谅你 你那两个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 我现在代表不了我一个人你知道吗 代表不了我 我原谅你是没有用 那你原谅我就可以了 其他都可以慢慢来 我知道你啥意思了 我真的知道你啥意思了 我就怕他家里面有另外一个那个啥呢 他可能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就是他原谅我小孩不原谅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可能因为我听他 听我那个朋友也是他们村子里面的 然后听他 那个村子里面的那个好朋友说 他家里面催促他 另外去找一个 好像那个人提的东西过来 懂了吗 老公现在没有的 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要不然我怎么会 马不停蹄的马上就跑过来了 知道不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到底不是东西 你说买点东西 然后给他发点红包 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知道他 他从来不看中这些东西 知道吗 他从来不看中那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直说啊 他现在是不带我去他家 到了他家里面我就知道 嗯 只有你们能帮我了真的 他在等我啊 主播要脸皮厚一点 问他男朋友有没有 他说他没有 那我再问一次 你现在是不是另外又找了一个男朋友 啊 没有吗 没有 你确定 有肯定 家里面有没有给你介绍 最近 介绍的肯定 肯定是有的呀 你看 你看你现在说说假话了吧 难道我的心你不懂吗 我刚刚跟你解释了 我当年 我当年离开你的原因 我只是想创业 我是个男人 我想挣很多很多的钱 我想让 让你过得更好 我没有别的 我没有别的知道不 我真的没有别的 来直播间 感谢你们的点赞啊 直播间又开始陆续多了 几十个人了 大家帮主播抽抽 赞赞好不好 让直播间来到一千人 等一下 拜托你们了知道吧 我一个人真的不敢跑过来 所以靠你们了 我也知道直播间 有我的那个大号过来的老粉 也有新粉 对吧 你们先给我点个关注 点个加号 对吧 如果说我要是明天 跟他能够真正的走到一块了 我会感谢你们的 到时候我会给你们打发了个大大的包包 好吧 我给你们发全网最大的包包 好吧 你们先给帮主播点个加号 我们来准备聊吧 我们来准备聊吧 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 那我帮你背这个框框吧 我帮你把框框背了 我自己背的也可以啊 我自己的我帮你背吧 怎么说呢 小张他应该也有跟你说吧 小张也有跟我说 说啥 说啥啊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 这里很吵 我们走到那边去去你家说吧 去你家好不好 去你家说 去你家说吧 家里面有个说不方便的话 我只想去你家里面看看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啊 去你家说 去你家说 也不是说不方便就是 也就不是不是不方便就是就是什么 说呀 你倒是说啊 我现在急死的 不但我急了我直播间还有一千个好朋友 他们都有急知道不 他们都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 我们分开了之后 我也是没有经过你同意以后就 那时候我们不是约定好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 有娃的话就是说你还直接叫妞妞吗 啊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他好像准备开口了准备开口了啊 我现在要不要继续追问了 要不要继续追问 你们你们说要的话口个一好不好 我现在要不要追问 先进来的朋友先先把主播这里点个加号啊 追问的话他是不是不说了呀 还是慢慢的说啊慢慢的问 啊 还是慢慢的问 现在就去追问了 这样可以吧 等一下他不说了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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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说了他那个红包对于他来说他从来不看重 我就算现在我给他转五十万 转三十万 啊 没用 之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工资拿开来转给他 他怕我身上没钱花他直接把那个手机都扔了 知道不 站得很好的 抱一下心疼一下 抱一下心疼一下 哇感谢你们点赞一下马上就一万五千点赞赞的真的感谢你们啊 你看你们赞赞顶得越多直播间是不是人就上来了 上到这么多人了 主要就是我比他大大很多知道不 他可能也在犹豫 然后我听小张说他家里面给他介绍的那一个啥 好像就大他四岁 啊 我都快四十岁的人了 我露个脸好不好 我露个脸真的我心里很烦的 你看我我头发都我都懒得搞了 我这几天我我开车我开车开这么远 我脸都没洗我就跑出来我就找他了知道不 你说小一点没有 啥说小一点没有不要说那么大啥意思 哎 哎 我脸都没洗我头发也没整 我平常我在我在公司的话我都是把这个头发打得直 直女溜的知道不 你们先点个关注好不好 这里点个加号 点个加号好吧 嗯 衣服太丑了 你说我的衣服太丑了吗 哎呦 我要是穿的画质招展我告诉你他就认为 他会认为 我在外面早上牧师知道吗 懂吗 所以我穿的普通一点点我就这样来了 我这个支架我都没电了 别难过 一切都会好的 谢谢哦 谢谢这个用户感谢你 我有二十七八岁啊 我马上四十岁呢 懂了吧 你看我我啥打扮我都没有我就站着打扮 他好像应该是要带我去他家的 我老还是个帅哥 他现在说很多了 你现在你是不是比以前比当年瘦了多少 瘦了二十多斤 二十多斤啊 多怪我真的都怪我 怪我没有好好在你身边让你操劳了 真的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吧 能不能原谅我 到家里坐一会吧 这个是你家吗 对啊 这个是你家呀 对啊 这是我爷爷的老房子 你爷爷的老房子是吧 你爷爷的老房子是吧 现在去他家里面啊 他愿意带我去他家了 怎么这里还有这么多男人的衣服呀 啊 这些衣服是谁的呀 你爸的呀 你爸的衣服啊 你不是说你爸不住这里吗 那他也会 他也会拿老房子是吧 他也会拿老房子是吧 对啊 他有时候住在上面 他有时候住在上面 有时候住在上面 这个是你爸建的啊 对啊 这个是你爷爷的房子是吧 对啊 那你爸是不是住这里啊 对 你爸是不是住这里 不是 不是啊 那他建个房子 哦这个扇没装修的是吧 还有这里的这里的分界还是挺好的哦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这个 哦这个是毛丝是吧 哎呦我还没上过这个毛丝 这个是厕所 你跟我说 啊 就是 谁在跟我说 啊 你终于笑了 你终于笑 你的火已经发完了是吧 我是说 就是说等一下 你有看到小女孩的话 你不要吓到她了 小女孩呀 对 她是谁呀 她叫扭扭 真的 直播你的哥哥姐姐 真的她生了我的宝宝呀 那个时候我跟她承诺 就是说女的叫牛牛男的叫 那个时候还没有 哎 真的有啊 我是不是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是不是 直播你的哥哥姐姐 哎呀 哎呀 哎呀我都我都激动 哎呦她 她那个是在干啥呀 怎么怎么这个房子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干嘛用的呀 冲凉房啊 冲凉就在这里面冲啊 所以说你看我为什么会瘦了二十多斤 我也不是为什么不在这里面房间里面呢 这个房子都是比较旧的啦 也不是我的 所以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你待会进去看看好不好 可以 可能会比较那个 怎么没有灯呢 有灯 怎么没有灯呢 有灯啊没开 哎呦 这里面怎么家居都没有的 哦 因为我跟牛牛都是 住上面 他们都搬到下面新房子去了 哦 你住楼上是吧 对 哎呦 这样子的呀 怎么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 这个是那个以前我们家养的那个牛 然后比赛得来的奖 我你家还养的牛 比赛得的奖是吧 哦 还有这样子的 你们这边还多留的是吧 手机有点卡是吧 上去坐一下 好了上去坐一下 哎呦看这个凳子好多哦 这个这个楼框放哪里 这个框框放上面就可以放上面啊 哦上面还有一层是吧 还有啊 这个这个这个放这里可以吧 哦可以啊你坐嘛坐一会儿啊 哎呦 嗯 我我看一下你都在不在家吧 看他在这里还是在下面我爸那里 那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嘛 对啊一下子来我怕你吓到他我也 我不会吓到他你就说他 哎 你不能说他直接是他爸爸吗 因为你也知道他长这么大 从来都没有见过 我也是一直有跟他说 那你就说我是那个 修冰箱的你就说冰箱坏了 好不好 我先看一下那个 对对对你去看一下他在不在家 应该在家吧 哎呦我要不要进去啊 直播你的哥哥姐姐 哎呦真的你看这个环境 生活在这个环境真的 这个水都是 哦这个水还这样子的 我的妈呀怎么这个锅都生锈了呀 这个这个怎么能吃饭哟 怎么这个菜都是这样子放在这里的呀 这个都没盖的呀 这小孩子吃完了是不是没盖哟 哎呦 我看一下他的冰哇 冰箱里面还有菜呢 这个冰箱都生锈了你看 下面都空的 看来他们生活过得有点艰苦啊 家好差是吧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在在吗 刚刚是进这个房间吗 是不是进这个房间 怎么这个被子都有点乱呀 他家里面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有个大人在那里 他家里面好像有个大人 我可以进来吗 等一下吧 你家里面有客人啊 谁在里面啊 没有在里面 我刚刚看到一个大人在说话呀 没有 啊 怎么了 他说他那个有个快递不是那里面 他这么小还知道买快递啊 不是我三姐的 你三姐的 那牛牛在不在里面 我二姐的 牛牛在不在家 没有他在下面 你刚刚又说在家 刚刚那个说话的是谁啊 二姐 二姐在你家呀 那 那等一下他会不会骂我 我没跟他说你过来 你有没有把我的照片给他看过 你的照片啊 肯定有给他有跟他说话 哎呦 那咋办呀 他家里面有人等一下会会数落我 直播你哥哥姐姐们先点个加号好不好 帮主播把这个账上点到两万五好吧 辛苦你们了啊 今天晚上能不能能不能重逢 就靠你们了啊 全部就靠你们了 他二姐会不会数落我我听我以前好像听她说他二姐是最大个就这样子拿这个说话的 啊 啊 不会吧这个用户大哥 有那么严重吗 你为什么那个锅锅没干呢 这个菜为什么大处丢的都是呢 啊 为什么这些菜刚刚都没有盖 哦 溜溜可能他中午吃的吧 啊 溜溜中午吃的 他又说不在里面 他说他二姐在里面 他说去下面他 他他爸妈那里了 咋办 哇 点到差不多两万张张了 你们真的好厉害哦 唉 我还是跟你们多说话吧 等一下我觉得我都好尴尬的 你看六年了 你看他脑袋里面压根都没想着我 他一直在里找他的东西 我要去我要去找一下我的东西 你要去哪里找东西啊 在下面 去下面找东西啊 对 还有个快递好像掉了 要不要我跟着你去 去去哪个下面找 下面 下面掉了掉的路上吗 应该是我找他拿快递 应该是掉了一个 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吗 对那是买给 买给溜溜的那个手机 把手机掉了 没事我明天明天给他买一个 丢的应该找不到了 手机掉在地上 你怎么还找得到啊 他有快递盒子装的 你啥时候拿回来的呀 他早上啊 到午的时候啊 也是这样给你这盒子了 早上掉一直掉着上来 不知道有没有掉到下面 跟他去啊 他是不是在那找理由找借口 他要离开这里啊 跑到别的地方把溜溜藏起来呀 我要不要到底要不要 你要不要跟着去啊 啊 故意叫开我的 陪他一去吗 陪他一去吗 你 你真的是去找东西吗 我跟你去还是啥 哎呦 二姐你好 啥意思呀 这个啥意思呀 淘姐是不是有点松啊 你看长得好松的 就跟我说一下你好了都不了 我就走了 淘姐好像看都没看无一眼 哎呦 我失去找快递 掉了一个是吧 哦 她在 她去厕所了吧 她好像不 你姐好像话都不跟我说 她在厕所 她去厕所了 哇 你看她这个还这样子放水的呀 你打个电话叫你爸 把她让她上来吧 我都还没有跟她说你先做饭给你吃吧 我确实有点饿 我二姐也 我都觉得你都要到 我说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姐好像不怎么跟我说话 看都没看无一眼 因为 因为 她可能是觉得你是 这个 这啥意思啊 这个 是因为她以前有问过那个 任劉她爸嘛 然后我可能 她就觉得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看过 也没有给生活费 也不 也不问你 她常对你心里面都是 有点 你二姐现在家人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问 哎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说 等一下又说 还我在那里说她啥 没事 先坐嘛 先吃饭嘛 那你晚上怎么办 你什么时候回去 你那么急着我回去啊 啊 那你晚上不可能在这里过夜吧 那如果说方便的话 我在这里过夜也可以啊 我待着六六岁可以不 那肯定不可以啊 她都没有见过你 没有跟你接触 而且我也还没有跟她说 你来了干嘛 你这样子一下子会吓到她的 哎 你先坐嘛 哎呀 我心里好烦哦 真的好烦呀 我现在 我现在好纠结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我觉得我 哎 难道我出去挣钱我也有错吗 就因为我没跟她联系 我也找过她呀 问题她老是换电话号码呀 她故意躲着我一样的感觉啊 没有结婚哪里结婚哪里结婚呢 你结婚的话就好说了 没结婚 你看我 我都觉得我都老了好多岁了 知道不 打钱给她 我刚刚跟她说了 那你们说我去试一下 好吧 你们说我转多少给她 你们说吧 转多少合适 不是我听大家的啊 你们打到贡边上 哎你那个你那个支付宝是不是用以前的那个支付宝 对啊 他有我那个名字 你要带哪 不是 我给你转的那个啥 你别了啊 给你转一点 没关系的呀 你们一起打 你们一起打打多少 你们说了算好吧 全部都是你们那个啥的 你们说了算啊 我听大家的 大部分打多少就多少 你们直接把数字打到上面 好吧 不是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他们在说 说什么 你看 说什么 你看他们说让我给你转150 转10万 10万 10万 转30 不要给我转那些 打10是吧 我 我 我 牛牛来到这里 我不是说要你给我多少钱 或者说干嘛 而且如果说我真的是 看上这个钱的话 我也不会理你 我只是说想要小孩 他 毕竟这么大了 他也是要付爱 那你就 那你就不 那是付爱可以啊 问题就是 你竟然说还要付爱 那我现在不就回来了吗 但是你也要给时间 我 去跟他说 让他慢慢的接受啊 那我现在赚点钱 你给那个牛的用也没 也没错呀 没事呀 对不对 你不要紧张呀 我怕你 你是不是怕我 你收了这个 收了这个钱之后拿到 你家里面 让你找别人拿 你是不是那个人长得比我帅一些 你是不是顾虑 是不是顾虑这个吗 我其实有些话我不敢说 知道吧 我脑袋里面猜 我我老是喜欢扶持乱想 知道不 那我不也转的太多了 你最起码能收我的 就说明你是原谅我了呀 对不对 我押的不是说你给多少钱 又都是不 反正我觉得因为我是听 哎呀我等一下我又哎 反正我说啥我现在我都说不了 知道吧 我说啥我都觉得 我会说错话 哎 我真的 知道吗 我觉得 我觉得 知道吧 他现在不想收这个钱 我估计他不想跟我在一起过 知道不 他有可能 就是他前面几天 就是那个 他们村里面的嘛 然后一直跟我联系 说他最近他家里面给他找了一个那个啥 一个对象 长得还可以 然后本地的 不是我们胡闹的 千万别在语言上有冲突 嗯 不要乱踩 那我就听你们的 转多少你们说吧 我们就把那个支付宝东上去才行 到底转多少 你们打到贡面上 我听大家的 好吧 你们不要动一个打细一个 集体打我听打得多的 打得打50打得打305050303050 到底是50还是30 你看他都在那里做饭 给我做饭吃 你还是之前的那个之后吧 是不是 他说对 他说了就对 到底转30先不转 转30转50 他说了个对 说了个对我就有补了 知道不 他接受了 他如果说没说的话 我真的 哎呦 是个怎么 他就会有补了 他就会有补了 你们说啥 他说了个对 他答应了 这个应该就是他答应了 知道不 这张卡里面只有46个大不了 我实还差一点咋咋高的 我从另外 我从另外一个上面转一点过来 只有46个大不了 再转一点过来就可以了 可以了 哎呦怎么又不行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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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你会用 啊 怎么那个里面也不够啊 我都不知道我放在哪张卡里面 支付宝到这 12万元 可以的 你看一下你那边收没收到 你去去房间里面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搞错 可以吧 我都听你们的啊 你去看一下你的手机 我跟你转了一点不多 就这几年就算 哎呦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好不好 我都说了 这个用户大哥本来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我也怕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是打个三五十打这些东西 你干嘛 你干嘛给我转这么多啊 哎呦 我反正我告诉你我离开你我跟你说了 不是为了哈什么不辞而别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哎呦 反正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再再去那个去解释或者做啥就行了 你还是用以前的那种心态对我就ok了行不 行不 关电视我现在我是不知道 溜溜他怎么的 你不要去担心溜溜 你担心溜溜 你就是你 你就是还有其他原因知道不 感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点赞啊非常感谢你们啊 你看他还是有点顾虑的知道不 真的你看他还是有点顾虑的 说白了肯定我现在是给他在那里施加压力知道不 他觉得我跟他施加压力 他不会到了晚上又给我退回来吧 我不会哄女人啊 姐我不也 我不是冲动 真的 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对我多好真的好 像人长得一邦邦 但是他对我好 不是什么很漂亮的 你们先点个没有点加号的点个加号好不好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关心真的我知道你们都都为我在那里着想 虽然说我们相遇在这个网络里面对不对 你们可以关注我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知道吧 我的大号有180万粉丝 我做直播带货 到时候你们有个说刷到我的大号了 到时候对吧有什么需要 反正我卖的东西比较多的 根本就不太怎么挣钱 反正感谢感谢用户啊 你不用刷礼物真的 有条件的帮主播点个灯牌 加个粉丝团就可以了 好感谢你们 感谢这个幸福美满 你点赞点赞都是点的最多的 感谢这个徐俊彦姐姐应该是个姐姐吧 感谢这个用户 你们点赞点的越多的 他就会越站在前面知道吧 就是越曝光 你们大家可以把这个前面的交交朋友 互相关注一下 肯定会退的 还有父母姐姐男人 我乡下是我是佛兰楼底的佛兰楼底 那么多人帮主播再点赞再感谢你们啊 你知道吗 这个头像这个头像就是他本人是他那个 他们村里面不是还有一个朋友吗 然后他把那个照片发过来 我特意起这个一个新账号 然后来记录我跟他的生活 他如果说没有原谅我 我就在这里待着 对吧 我就我就天天在直播中里面讲 我天天介绍天天说 我就不相信我的妈 那一天他不会跟我去把那个证给办呢 你们觉得我这样子做可以不 你是张家记的 我在张家记待了将近两年 在那个武林园那里 我天天到直播中讲 我天天讲他的故事 我天天讲 我天天到这里播 我天天往这里走 你们说可以不 这样 我天天讲 他去哪里 我就到外面去 我就看着他 我就守到他门口 然后我看着他走到哪里 我就跟着他 我就跟他讲 这样可以不 然后我天天守着他的 难道还有人跟他一起那个什么 对不对 因为我在那里播的话 你直播 嗯 阿姐 阿姐好像 我们以前在那个微信里面也见过吧 见过吧 你不记得了吗 大前年 大大前年 然后你记得你还 你干什么 我在开直播 这个是奥姐 我以为你不跟我说话 真的 你看我在这里讲了半天 二姐还是长得挺漂亮的 对不对 直播你的哥哥姐姐们 五百多个人 五百人 对对对 五百人 今天最高上到一千五百人 我今天第一天开 第二天开播吧 昨天开了一下 我怎么知道你 你过来这边玩吗 我来找你妹妹的呀 你看这个东西没见了真的 你笑啥呀 你笑啥 没啥 二姐还是很漂亮 谢谢啊 这个用户 二姐很漂亮 你现在有没有结婚啊 没有 没有啊 二姐还没结婚 你们还有机会 是单身的还有机会 我马上突破三万张张了 你看我今天第一天开直播 第二天我也不记得我这个号 我是起着起着好多 你看马上就三万张张了 真的都是老铁 张张点的好快的 都是你的好朋友啊 应该好多是从大号 五百多个人咯 现在对啊 应该都是从大号刷进来的 也不如我教你开直播吧 我不会呀 我教你开呀 我不会 你用你的号 我到时候 你这个号有多少粉丝啊 我信号来的 就这两天起的 都没有人关注你吗 八百个粉丝 你看啊 我今天两百个粉丝开播的 好吧 你看一下叫他们关注 看一下有没有人关注你 那直播间哥哥姐姐们 你们点个关注好不好 没有点 没有点关注 记得点个关注啊 这里是贵州前东南苗族 这是一个小数民族的一个苗族啊 你们想来玩的 尽管跟我说 满屏幕都是光 对啊 我教你开直播好不好 你有没有多音号 我有刷抖音 你刷抖音 你不开是吧 没有 不会说话 我教你开嘛 做直播带货 看来你的 你的朋友也挺给力的嘛 你看都是关注 对啊 他们帮我点账账所有直播间 一直在进人啊 账账点的越多直播间 就一直进人知道不 知道不 贵州哪里啊 贵州前东南苗族 贵州主是一个小数民族啊 雷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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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点点家号过来玩 可以做你的儿媳妇不啊 可以啊 你是哪里啊 可以吧 给你介绍个对象 这里也真的吗 这里这里在那儿媳妇的 真的吗 真的 你做出这个山里面吧 其实你们这个风景还是可以 但是外面的城市还是可以的 我长得不好看 长得很胖 长得还可以 来我把这个镜头切换一下 我很胖 不胖呢 你这个身材 你看 来转过来看一下 你这裤子没系上去 把裤子拉起来一点点嘛 裤子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嘛 你们喜欢这种款式不 喜欢大家喜欢啊 给我接上吗 就你这个长生你还嫁不出去 你还去 你不知道男朋友多少个吧 开玩笑 开玩笑的 人家的嫌弃嘛 家里这么虫嘛 怎么怎么说话的还有 农川嘛 你爸妈不是在下面进了个豪宅吗 那还是他们呀 我们是女儿啊 都是要嫁出去的呀 哦 你太会说话了 姐姐漂亮啊 二姐开心了 说给我介绍我不开心吗 哎呦你看 还是这么勤快 希望做饭 哎呦 我现在 我现在我也很开心呢 你应该有一米六吧 有啊 一米六几啊 一米六二 大概一米六二 目测 你看我的眼睛 准不准 就是有点胖嘛 有点浮 哪里胖呢 有点浮像 你看你这个皮肤 我这个手机都没开美颜的 我们贵州的女孩子皮肤都很好啊 她为什么现在会瘦成这样啊 以前跟我认识她的时候跟你这个身材差不多的 那不是因为你吗 咋又因为我了 她想你吗 想你了吗 茶饭不思吗 哎呦多怪我真的多怪我 哎 是不是真给我介绍吗 哎呦你还来真的了呀 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有没有 有没有对她有兴趣的 直播间有没有那个那个一个人的 来直播间扣个一看一下啊 把你们的地名地理位置 抱出来要儿媳妇的啊 打出来详细地址地名 我看一下啊 一个两个三个扣个一啊 把你们是哪里的打出来 她还来真的了 我的妈我感觉到你还真的是来真的了 你真的想到网络上面找一个啊 妈 你这么大了吗 哎呦你看你一出镜子报就去上人了 你看吧 啊 又六百多人了 刚刚都只有五百人了的 来直播间哥哥姐姐们一起来把这个帐帐摟到五万好不好 一人敲三十下就够了 三六一万八 他就五万了一人敲三十下公平上面打一打 来 喜欢他哪里扣哪里 喜欢他肩膀就扣肩膀 喜欢他的手就点他的手 他喜欢他的额头就点他额头 哇塞 这帐帐 没有点加号的这里记得点个加号啊 你看这个帐帐像飞一样的跑上去了 看来你们直播间哥哥姐姐都是开玩笑的 哪里开玩笑他们都打了 贵阳的千岛湖的 要把年龄打出来 不打年龄 怎么打呀 要把年龄打出来 直播间哥哥姐姐们 我是说直播间你看 他说他喜欢你的嘴巴 我喜欢他的嘴巴 扬州的 你多少岁了你今天 二十八 二十八岁了 二十八岁了 这个圣年这个什么大年圣女啊 二十八岁了啊 不是个小姑娘啊 二十岁的就靠边了啊 小个三岁左右可以 哎别开玩笑了 等一下他们都天天电进里 茶不湿也不饭 没开玩笑真的 你是真的吗 我刚好二十七岁啊 臭死了 一米六二 你看 要哪里有哪里 要皮肤有皮肤 要身材有身材 要长相有长相 啊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个皮肤还白一些 这个皮肤稍微那个啥一点 哇塞 哇塞 你一马就五万张张了 马上就五万张张了 只差一一万一了 你们两个在说啥呀 你告诉你姐姐 为什么要告诉你姐姐 我给你转转转转转转转米的呀 对啊 他给我讲了米 我跟他说了 你们两个在讲这个话题干啥呀 他问我 啊 还能不能相信你 他说你之前是不是不信话 又在那里说还能不能相信我 刚刚在那里讨论我 他说 他说我给他转的那个米米 啥意思啊 你跟他 你跟他 一个婚姻吧 不给婚姻人家 我肯定要给啊 给二姐发个红包啊 二姐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说让我给你发个红包 不用啊 我估计直播间 直播间说要给你发红包的 基本上都是喜欢你的 想让你当儿媳妇的 不用了嘛 把你的支付把那个马拿出来 不用了嘛 我扫给你 啊 我给你扫一个小红包好不好 你直播间的哥哥姐姐都说真的 你拿出来你发给我没事的 一个见面女嘛 对 把那个马拿出来 支付 支付宝 对 支付宝 奥密码啊 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 不能在直播间里面面 我这个手机 我因为刚刚从那里转了的太多了 然后我等一下啊 我切换张卡线啊 我切换一张卡线 你帮我拿一下手机吧 你拿一下手机 你把我马拿过来了 你先帮我拿一下手机 你把你的马拿过来了 我还要从这个 你还有500多个人了 欢迎大家 进入直播间 那把我马拿过来 那 可以 刚刚转的太多了 等一下先啊 你拿过来了 你干嘛 我就退了 这干嘛 支付宝到账 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八 这个数字可以吧 一六六啊 这个数字可以吧 可以吧 太客气了 你今天晚上也请我吃饭了 在我家吃饭吧 在我家吃饭吧 对啊 那你也帮妹妹做一做呀 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这个数字可以吧 这个数字可以不 哎 不要说什么大气 没办法 这个是礼节 其实他们不说我也会那个傻的 只是怕我怕他不接受 因为他妹妹刚刚跟他说了 说我给他转了那个五十二个 所以说 所以说他可能也也开心吧 觉得我有心吧 你去哪里啊 你去哪里啊 这 嗯 讲这种话刚才太多 什么叫做 不知道 有点 irregular 可怜 不是 有点 我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